斗罗大陆的天神,大家都知道,唐三是史莱克七怪的灵魂人物,只要有他在,就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 不仅是因为他的智力超群,每次战斗都能很精准地算出对手的弱点所在,更因为他的实力,在七怪中,虽然戴木白是老大,但若论真实战斗力,戴木白也是不及唐三的,因为他除了拥有双生武魂外,还有诸多暗器手段作为底牌, 似乎永远都看不出唐三的实力尽头到底在哪里。 那么,唐三的真正实力到底在哪里呢?这个问题,或许只有在小五遇到生命危险的时候才能得到答案。 唐三的底牌有很多,双生武魂号天锤,外富魂骨巴猪毛都是他最重要的对比手段,不过,在魂师大赛上,唐三已经不止一次使用过这两个底牌, 既然已经被对手所洞悉,那么,这两个具有超强攻击力的武器已经不能算是底牌。 大家都知道,唐三两世为人,他从另一个世界带过来的不仅是他的记忆,他的智力,还有各种唐门绝学,在斗罗大陆上,给唐三生存能力的,就是各种唐门暗器和暗器手法。 甚至,在这片以斗魂为主的世界,如果当真遇到生死之敌,他的两个武魂和魂力以及魂技,却只能辅助唐门暗器来限制对手的行动。 到目前为止,唐三总共经历过两次生死危机,第一次是被仓辉学院的老师十年埋伏,而第二次则是遭到更加强大的两名封号斗罗的围追堵截,经历的这两次生死之战。 对方拥有的强大实力,都比唐三高出不止一个台阶,而唐三总能以唐门暗器脱离敌人的截杀。 而现在,为了夺得比赛的冠军,为了让伙伴们能够脱离五魂殿学院的围攻,唐三再次在决赛场上用久违的唐门暗器手法应对比他更加强大的敌人。 大家都知道,在魂师精英大赛的总决赛上,史莱克七怪面对的是比他们更加强大的五魂殿学院,而为了分担队友的压力,唐三独自一人面对邪悦和狐烈娜的五魂融合技妖魅,但是妖魅所拥有的实力又岂是唐三所能够应对的呢?因此,唐三只能智取。 在赛场上,唐三用巴猪毛和浩天锤抵挡住邪悦的自创魂纪元月后,以他的状态其实已经无力再战了,魂力所剩无几,但在这时,小看唐三的人的下场无疑是最惨的,妖魅就是其中之一,因为唐三还有比浩天锤更加令人畏惧的唐门暗器和手法。 在斗罗官方发布的一张105集的先行谱里就揭示了这个信息,唐三说,我真正的实力是什么,你知道吗?说的就是他最后的底牌暗器手法。 众所周知,魂狮比赛是不允许自带暗器的,但是作为暗器大师,所需要的东西已经不再局限于真正的暗器,只要掌握了真正的精髓,树叶也能当作暗器。 幸好当时外副魂鼓八珠毛抵挡圆月的攻击时已经碎裂成多块碎片,拿来当暗器是在合适不过了。 而最终的结果则是,唐三已在唐门排名帝时的暗器手法扶一轮回,用魂鼓当暗器,一举打败了除岩以外的所有五魂殿学院的队员,夺得比赛的冠军。 本集的内容虽然只能在下周才能看到,但是看到官方的先行图时,还是很激动的,即使面对比自己更加强大的敌人,三哥还是一如既往的自信。 原来,自信的人真的超级帅,真的太爱这张先行图了,你们觉得呢? 唐三成为杀戮之王时,风啸天55集,马红俊59集,斜月都坐下,斗罗大陆是大家都非常喜欢看的一部动漫。 在魂师大赛篇结束后,唐三就将跟着唐浩一起隐居,并进入下一个阶段的修炼,如果记得没错的话,接下来唐浩会先交给唐三乱披风锤法的奥义,等唐三突破50集之后,他就会让儿子进入传说中的杀戮之都去锻炼,后来当唐三成为杀戮之王时,他刚好突破到60集魂帝的境界。 唐三 唐三与同龄人拉开差距的关键点大概有两个,一个就是杀戮之都的历练,另一个是大后期的海神岛修炼。 在成为杀戮之王的过程中,唐三的精神力和魂力都得到了大幅度提升,虽然之前玉晓刚给的学校训练已经强度很大了,但是唐三在杀戮之的历练更为残酷,所以魂力提升速度非常快,很快就超越了原先的对手和小伙伴们。 封孝天 所以在之后的几年时间离职提高了10集左右,被唐三反超。 马红俊 而魂师大赛后,马红俊选择留在了弗兰德院长身边,因为他原来就是弗兰德的干儿子,所以他继续接受玉晓刚的训练,虽然他的训练强度比不上唐三的魔鬼程度,但是也比同龄魂师魂力提升得快很多,在唐三成为魂帝的时候,马红俊的魂力应该只比唐三低个二,三级,大概在59级上下。 戴木白 戴木白,同样是史莱克七怪的一员,在魂师大赛后戴木白和朱竹青回到了新罗帝国,但是他们果断放弃了皇位的争斗,选择了成为魂师的这一条路,所以戴木白的魂力提升速度也很快,他原本就比唐三魂力高很多,后期唐三在经过杀戮之都训练后,他基本和戴木白的魂力差不多,所以戴老大当时应该也突破了魂帝,在61、62级左右。 协月,而当唐三从杀戮之都走出来时,其实有几个年轻人的魂力比他还高,其中最强的一位就是协月。 胡烈娜和唐三一起成为杀戮之王,所以胡烈娜当时大概是65级,而黄金一代其他两位则被鬼斗罗扔到了尼宗大侠谷旅去,经历了一段时间的生存大考验,之后燕应该也是和胡烈娜差不多,在65级左右,而协月等级最高,因为他原本就是黄金一代里等级最高的一个,当时应该已经逼近魂胜的程度,魂力在68、69级左右。 斗罗大陆,胡烈娜和协月联手重创唐三,但风头全被燕第五魂技抢了,目前斗罗大陆105话预告已更新,在这一话中,史莱克和五魂殿的战局被分裂成两块,一块是唐三和胡烈娜协月的,另一块是七怪和五魂殿剩余队员的,鉴于唐三的主角光环,我们先来看一下他的情况。 刚打开预告的时候,我们就能看到场中两个陀罗再转,一个是唐三,一个是妖妹,其中妖妹施展的,是协月的自创魂技,也就是圆月,号称无死角进攻。 然后唐三为了挡住他,也跟着转起来,用八猪毛硬抗了协月攻击,就两人打起来这架势,我觉得唐三也学会圆月了,他那八根猪毛比月刃还多了六柄,要做到无死角应该比协月简单。 双方打到最后,唐三的八根猪毛就破碎了,他整个人也是很痛苦,因为八猪毛和他结为一体了嘛,所以每段一根,都跟骨头碎裂差不多。 唐三一个前是敢跳崖的人,也觉得这疼痛有点受不了,所以他摊牌了,准备睡觉了,把十六枚八猪毛碎片丢出去后,唐三酝酿一会就昏迷过去,然后协月和胡烈娜还很自信,问他是否接受好失败的准备。 话说出口没多久,那些八猪毛碎片又飞了回来,参赐不齐插在他们身上,那八猪毛有剧毒的特点,这是大家都知道的,鞋月和胡烈娜很慌,赶紧盘膝坐下,用魂力来压制毒素,但这治标不治本,抗多两下估计人没了。 另一边奇怪,和燕的打斗也不赖,五魂殿其余队员完全是打酱油的,不知道从哪个山卡拉分部抽过来,奇怪打他们跟虐菜没区别。 所以他们真正要注意的人,只有燕一个,特别是唐三丢出八猪毛碎片后,五魂殿除了燕以外,基本都中招了,胡烈娜和协月还好,能用魂力压制住,其他人都丧失了战力,五魂殿就盛宴一个人撑着,这老哥也是有两把刷子,唐三丢出的浮衣轮回都被他挡了下来,这警惕心不是胡烈娜和协月能比的。 除了挡下唐三的暗器以外,燕本身的魂迹也很霸道,第五魂迹叫飞沙狂烟,能把整个场地变成一片溶江,这些溶江还随他操控,幽明白虎飞那么高,燕都能用岩浆去攻击他,而奇怪其他人虽然能围攻燕,但一时半会也奈何不了他,火焰领主除了攻击力高以外,防御力也是不错的,毕竟那么大块头,不抗揍才怪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